北京时间9月9日,2018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继续进行团体赛的激烈争夺,今天已经到了团体赛的关键阶段。 从上午打到傍晚,终于决出了晋级决赛的两大团体名单,国平主地沉默领衔的山东队率先进入决赛,在早上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较量,就展开了激烈的比拼,越到后面赛事越激烈,因为都是强队的强强交战,也让赛事更加有悬念和吸引力。 在河北队女团队对战四川队的这场三世,河北队在国平小魔王的领衔下强势逆转,最终是3比2击败四川队紧急,第一盘,四川队主力,国平世界冠军,朱雨林对战河北小剑和卓家,最终是干净利落强是3比0,11减肉,11-3,11-4横扫对手,迎来1比0的领衔, 在第二盘,孙颖沙3比0,11-5,11-7,11-4横扫对手,给四川队还以颜色般平底分1比1,在第三盘的比赛中,河北队藏孝彤很快就领导三不敌四川半四起,河北队1比2落后四川队,在如此落后的情势下,河北队并没有失去信心,在第四盘的比赛中,孙颖沙迎战朱雨林, 河市是两队之间的最强对碰,最终小魔王强势压制对手,以3-1,11-8,6-11,11-9,11-7击败朱雨林,为何被队再次扳平2-2,孙颖沙个人独得2分? 在第五盘的决胜盘,河浙加出战3-1-9-11,11-7,1-2到10,11-9击败了郭燕,为何被队锁定了胜局? 最终,河北队是3比2战胜,雷亚运会冠军四川队获得晋级,孙颖沙独得2分成为最大功臣,此一战也是爆出了小冷门,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,朱雨林领衔四川队获得女团冠军,所以也是今年的独冠大热门,如今却被河北队祭拜淘汰。 不过,在今天下午的霸决赛中,孙颖沙领先河北队迎战陈梦带领的山东女团,遭遇强烈之击,在第一盘,孙颖沙1-39-11,8-11,12-10,9-11不敌刘高阳,为能发挥出四分之一决赛所发挥出的沈永梅和北队建功。 第二盘,河卓嘉迎战山东主力队员陈梦,直输三盘以0-3就减11,6-11,5-11不敌陈梦。 第三盘,许家影0-3顾玉婷,2-11,2-11,4-11,就这样河北队旧大比分0比3输给了山东,无人晋级决赛。 作为北界赛事的最大黑马森影杀,率领和北女团击败世界冠军朱雨凌,力挽狂来闯入半决赛,最终却输给了陈梦领衔的山东队,确实非常可惜,也说明了全国锦标赛的残酷,简直是地域级别的赛事,那冠军非常困难。